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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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誠意 就是為了這個亞洲賽而加碼的 結智方面就引入了這個土富馬國的明家索夫 這個明家索夫的個人能力是極強的 有豐富的歐洲賽經驗 打過歐霸 今年30歲 可以打的位置是左中右也可以 那麼 在技術層面來說 如果對於結智就是希望可以解決到結智 右邊手的攻勢的情況 本身來講 大家都知道結智在右路的攻擊力方面 的劑創作能力是嚴重的不足的 所以希望明家索夫可以 用他個人的能力 可以為結智在右路帶來一些進攻的機會 解決了 左右路不平衡的情況 聖務以待 其實 也算是好的 始終來講 試了那麼多個都搞不定 藝力士又不行 嘉維蘭又不是那類人 多個明家索夫私下都未嘗不可 到了東方龍師的層面 就簽入了 基爾吉斯國的高蘇巴耶夫中堅的球員 一直以來 東方在 這幾兩屆為人救命的地方正正在中堅位 不論兩大炸彈基頓 藝華道 越來越炸彈化 風興華 本身來說那個 能力又有限 比球迷的穩定程度又有所不足的時間 再加上健康狀況也 明如理想 所以其實引入這個當打的高蘇巴耶夫 我覺得 是合適的 但是始終來講 現在只有一個 有 好一點的中堅其實就不夠的 所以也要 看看東方那方面 人手再要怎麼調配 好消息的就是可以退回胡俊銘去防守中場的位置 加強中場的掃動力 減輕了中路防守的負擔 其實技術層面來說 也是好的 甚至為球迷的層面來說 多一些 新鮮的外援帶給大家看 其實 都會是球迷的一種福氣來的 始終來講 我們做香港人 看香港人 看香港人那麼久 你來去也是引入巴西垃圾 那是說不過去呀 而且這批的中亞球員 相信人工不會 特別貴啦 那是否真的值得多一些球會去效法 去引入這些 當打 不貴大 可能是 在那個 球迷的那個 國度來說 未必是太熟悉的 情況是不是真的值得多了 我覺得是開心的 當然 個別的球迷就會想到 會不會因為那個溝通的問題 而影響到那個表現 那麼其實 多一句 現在也沒有比賽的時間是 真的是 一個很好的融合 的時機來的 那麼 即管真是拭目以待了 因為 我自己其實 很多 即是這幾年都主張 就是 是否拿去巴西垃圾 球迷的魔生才會這樣 譬如說是中亞、沃蘭 或是希望有 球會 有能力找到一些 中北美洲的當打球員 國腳級的最好 起碼能幫到球會手 沒有所謂的 最主要是說引入球員 最主要是對 球隊有幫助 技術層面 有所提升的 那就好了 國籍就真的不是問題 近幾年 來到香港的巴西球員 或是西班牙球員 甚至是阿環 南韓 澳洲那些 大多都不濟 所以變得多這些中亞球員 中亞偏向歐洲的時間 歐洲人的身形 可以用到阿環 對於香港 亞洲賽來說 某程度上也有一定 層面的好處 加上亞洲賽 也有改例了 註冊5加1出3加1的時間 在香港球會來說 調動的彈性就大了 變成這個 難得有這個機會 雖然 比賽狀態就未必足夠了 但也希望香港的 球會能夠盡可能 爭取表演 OK 另外有個荒交傳聞也挺有趣的 就是這個 在泰港的Wiki裏面 顯示了原來郭家洛 即是郭Sir 成為了他們的Manager 那麼 亦都有訪問 即是在波羅無窮訪問的時候 郭Sir也說真的有機會去外廠的 對於他來說是一個好事 始終國家學習夠那麼久 我們看不到他有甚麼 陣式或套路在裡面 只是一口熱血 記住 你�著那些球員 不是一套form來的 有很多球迷有一個謬誤 就是 熱血就是form啦 慘時熱血就是form 傻瓜 基本上這是一個沒有form的教練 只懂得歸宿而已 所以 有機會去外廠 我覺得 對於他是學習 或是執教生人來說是一件好事來的 起碼吸收了 不同的 國家的技術 可以 帶發貢獻給香港足球 將來不是除了有一天他會 作為香港的教練 希望在他那個 執教能力有所提升 那就 有機會的 我會鼓勵他盡量爭取 雖然這一刻他的能力也沒有足夠 但是反過來說 你不去試 又怎會有那個能力呢 所以如果有這個機會 衷心鼓勵他真的出去闖一闖 我們快要上班了 不說那麼久了 什麼時候再有正式香港人踩香港波節目呢 我們快要上班了 我們快要上班了 不阻礙大家